我到新疆就要吃羊肉抓饭了 新鲜的羊肉 哇塞 好凉快啊 我想待在冰箱里 这个就是南坑肉吗 它这个是用树枝串的南坑肉 十块红牛和肉 这是火羊排 就是 这个是 这个是 红牛 红牛 这个上面有边那个是烤羊排 这是烤羊排 这是左边 这个时间点真是尴尬的时间 现在是11点半 然而这边吃饭的话是2点钟 1点半左右 吃早饭呢又晚了一点 吃午饭又早了一点 所以呢到了好几家就找不到 这个是他们店家自己做的这个酸奶 品尝一下 快钱一份 怎么样 吃太好吃了你吃吗 吃太好吃了你吃了 老板OK的 OK的 吃一个 这边老板答应收一点小菜 然后 可以的没问题 随便打一点嘛 打一整就OK了 这里放着他们重放的酸奶 他们这边是他们为主的烧烤师傅 自己来烤这个羊排 然后他们是早上 所以呢 师傅还没有来 我觉得我都可以当个烧烤师傅 这个是葱花饼 昨天我买了烤囊 然后 烤囊我们也有 挺好的 烤囊 行那我先尝一下这边的 等下我再给你们酥两个就包干吃 什么的话 行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OK这个是羊排手抓饭 那我是要准备用手抓吗 还是用筷子吃 要不你用手抓吃着吧 手抓的吃 挺好的 这是老板送的 他说还送两个啥 我没听懂 这个是什么 嗯 我知道 上次吃过问个同样的问题 这是胡萝卜 作为一种特色 他们是怎么给 应该就怎么吃 但是我看着这个羊排 我肯定是想怎么吃呢 淋上辣椒油 然后撒上紫然各种东西 这样吃我才觉得好吃 那这样我还没尝 尝一下 好 这个肥肉 觉得具有点挑战性 但是我要品尝一下 这边新疆的肥羊肉 首先它没有像那种家里面的 没有养的那种鸚肉的那种肥的 很腻的感觉 它是软软糯糯 而且它有香味 还有一股羊的那种肥味 但是不大 绿糯的 嗯 OK 少许名字的烧烤师傅已经来了 咱们看一下 羊排我们烤到这个羊味 只有新鲜肉才烤到羊味 因为腌制的羊排还是用到肉 用到羊肉 很香 嗯 13公斤的羊娃子 13公斤 高于13公斤肉就老了 就吃着很香 然后有点膻味 低于13公斤 它就没有膻味 但很快熟 叫肥肃香肌 亲自断了个羊排 放一下 然后从第一开始取 哦 水酱 你觉得 油包在里面也没吃过 嗯 咱们特色 这老板亲自上来给我咱们服务 品尝一下这里的羊排 首先它这个羊排 羊肉正常的有三味就正常的 然后它烤出来是外酥里嫩 不错 可以品尝一下 一层肝一层油 这个油要采用羊体面的油 哦 因为汤 水瘦冰淇淋 吃的时候 单烤肝子吃的话叫椰仁 你扎这个油上去吃后 不椰仁 哎呀很滑 很爽口 很爽口啊 哎 对 这个油包搭着啊 OK 感谢 煎个汤啊 谢谢 说的是 一层油 一层肝 可以品尝一下 是吧 挺干的都不介意了吧 可以喝 两种概念 是吗 和小姨父一起的时候也是 吃好的 喝好的 住好的 然后天宅和小姐姐同路的时候呢 同样也是吃的这么好 感觉离我穷游的道路是越行越远 呵呵 那么今天的西域美食探店分享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朋友点赞 收藏 分享 关键 关键 我小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